此外高峰表示 2021年中俄经贸合作 克服诸多困难 实现跨越式发展 2021年中俄货物贸易额 达到1468.7亿美元 历史上首次突破1400亿美元大关 同比增长35.9% 中国连续12年 稳居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 贸易结构进一步优化 去年中俄机电产品贸易额 434亿美元增长40.7% 高出双边贸易增幅4.8个百分点 中方对俄罗斯出口汽车 家电 工程机械等快速增长 进口牛肉 乳品等农产品和食品 保持良好势头 同时大项目合作取得新突破 田湾和徐大铺核电站四台机组 开工建设 黑河公路桥具备了通车条件 铜江铁路桥铺轨贯通 双方签署国际月球科研站 合作备忘录 卫星导航合作路线图 油气 化工 航空制造等领域 合作取得新进展 中方在俄罗斯新签工程承包合同额 已连续三年超过50亿美元 双方在能源矿产 农林开发 商贸物流 工业制造等领域的合作扎实推进 产业链条不断延伸 双方积极推动跨境电商 绿色低碳 生物医药 文化创意等 新兴领域合作 据中方统计 去年前11个月 中俄跨境电商贸易额增长了187% 中国商务部与俄方编制完成了 中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 高质量发展的路线图 签署数字经济领域 投资合作备忘录 正在研究升级中俄投资协定